C被称为东南亚小腾讯 打遍东南亚无敌手 靠游戏加电商迅速崛起 目前已经成为东南亚市值最高的公司 C在美国上市 代码SE 2019年年初时 价格不过是十几美元 目前已经是300多美元了 其市值1700多亿美元 高于京东和拼多多的1300多亿 也就是说 如果把C放到中国 C已经是市值仅次于腾讯 阿里巴巴和美团之后的 第四大互联网公司了 更加神奇的是 C是由中国移民 在新加坡创立的科技公司 其背后是腾讯的投资和鼎力支持 C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公司 成长过程充满传奇 今天我就大家一起讲讲 C公司 其业务是什么 增长空间在哪里 竞争对手是谁 最后 是我对于投资C的 一点点观点和看法 C公司的创始人叫做李小冬 李小冬出生于天津 毕业于上海交大 曾在中国就职于摩托罗拉和康明 后来到美国硅谷的大学读研究生 乔布斯生前在斯坦福大学 发表著名的毕业典礼演讲时 李小冬就在台下聆听 他硕士毕业后到新加坡发展 曾经和巨美优品的陈欧一起创过业 李小冬后来于2009年购买了 陈欧创办的一个游戏公司 改名为Garena Garena最初是一个网络社交和游戏平台 独立研发的Free Fire游戏风靡全球 公司逐渐衍生发展成 由数字娱乐 电子商务和电子钱包业务 组成的综合移动互联平台 市场覆盖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越南 菲律宾和台湾 2017年上市前夕 把公司名称改为C 中文名称是东海集团 当前C旗下拥有东南亚区域 最大的网络游戏公司Garena 电子商务公司Shopee 和数字支付平台AirPay 李小冬的情况和Zoom的创始人 袁征有些类似 他们都是学霸 在中国成长 受教育 然后在海外成功创业 他们的公司也都在疫情中 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接下来我们看看 C的2021年二季度最新财务指标 C的业务可以非常清晰地分成三块 一是游戏 二是电子商务 三是数字金融服务 先说第一块游戏业务 Q2季度游戏业务营收10亿美元 同比增长166.8% 季度活跃用户为7.252亿 同比增长45.1% Q2游戏业务的季度付费用户为9220万 同比增长84.8% C同时修正了2021全年营收指引 预期游戏业务营收45到47亿美元 对比腾讯2020年游戏收入240亿美元 就是说C的2021年游戏营收 会是腾讯2020年游戏营收的五分之一左右 再说说第二块电子商务业务 Q2电商业务营收12亿美元 同比增长160.7% Q2电商业务商品交易总额GMV为150亿美元 同比增长87.5% Q2电商业务总订单数为140亿 同比增长127.4% C预期全年电子商务营收47到49亿美元 对比拼多多2020年全年营收的91亿美元 也就是说C的2021全年电子商务营收 大约是拼多多2020全年营收的二分之一 最后是数字金融服务 Q2电子钱包业务的支付总额超过41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150% Q2电子钱包业务的季度付费用户为3270万 通过二季度业绩 我们可以看出 C的三个业务均实现了超高速增长 这种100%以上的增长速度 几年前拼多多曾经出现过 目前在中国的大型科技股 已经非常难以看到了 只是C依然在亏损之中 第二季度净亏损3.21亿美元 去年同期净亏损3.18亿美元 这种增长速度 并且依然亏损的公司 非常难以精确估值 最好的估值方法 是和相对成熟市场的同行业公司 进行估值对比 如其电商业务对比阿里巴巴 拼多多和京东 其游戏对比一下腾讯和网易 但是这种方式依然非常难估值 最难的地方 是对于其未来增长速度的估计 同时 毕竟C所在的市场是东南亚 和中国的竞争格局也大不相同 所以我们就通过感性分析 看看其竞争力 并尝试深入分析一下 C所在的市场 及其未来的增长空间 第一 东南亚有人口6.7亿 大概是中国人口的二分之一 2020年东盟GDP约3万亿美元 而中国2020年的GDP是14.7万亿美元 所以整个东盟GDP是中国GDP的五分之一 东盟和欧盟相差很大 欧盟各国相对一致 尤其是在历史 宗教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 东盟各国则差别非常大 东盟的新加坡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而人口大国 如印尼和越南还比较贫穷 就人口而言 仅仅印尼人口就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了 更不要讲东南亚享有年轻人比例高 这个人口红利 所以总体把东盟的游戏市场和电子商务市场 看成五年前的中国市场 一点也不为过 无论是做游戏 还是做电子商务 C潜力都很大 2015至2019年 东南亚五国的电商GMV复合增速 均超35% 处于高速扩张期 2019至2025年仍有望 以超过20%的复合增速持续增长 印尼则在2020年 成为全球电商GMV第三的国家 超过印度 达到400亿美元规模 第二 C最大的股东 是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 持股22.9% C的主要高管 也都是在中国长大和受教育的 你完全可以把C看成一家 腾讯在东南亚的子公司 2010年 腾讯投资了Garena 后者因此获得了英雄联盟 在东南亚地区的独家代理权 这之后 陆顶记 地下城与勇士 QQ飞车 王者荣耀一系列爆款游戏 在东南亚的代理权 均被Garena纳入麾下 腾讯投资C 然后C承担了腾讯游戏出海的任务 这和腾讯投资拼多多 京东 美团 同出一辙 C是典型的腾讯系公司 第三 C的电子商务品牌是 Shopi 中文叫虾皮 Shopi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阿里巴巴完全控股的Lizida Lizida本来入局早 而且背靠阿里巴巴 但是Lizida犯了当年 eBay在中国同样的错误 Lizida的高管 大部分空降自阿里巴巴总部 对于东南亚市场不熟悉 本地化做得不够 而Shopi则大量启用当地人 自从2015年创立以来 密习Lizida 目前 Shopi的打法和中国几年前的拼多多 同出一辙 就是大撒币打广告 让人们去下载和安装Shopi App 并通过补贴吸引用户下单 通过QR业绩 你可以看到C的广告支出暴涨 目前看 这种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典型打法 在东南亚是成功的 只要活跃用户一直增长 营收快速增长 投资者就会一直保持兴奋 目前还没有到看盈利的时候 这个阶段亏钱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 Shopi有着其他东南亚本地电子商务平台 不具有的优势 Shopi的大量卖家 其实是中国的跨境电商卖家 Shopi开店成本比亚马逊和Lizida更低 更重要的是 中国卖家更加容易和Shopi打交道 因为Shopi的团队对于中国和东南亚都熟悉 这样 虽然看似东南亚市场复杂和多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更加本土化的电子商务平台 但是有这样一个能够吸引中国跨境电商卖家的优势也就够了 当然 这也是Lizida的优势 只是Lizida没有抓住先机 亚马逊的优势是美国商品 所以 Shopi和亚马逊看似竞争 但是有各自的长处 而印尼的GoTo是东南亚网约车巨头GoJack和电商平台Tolkopedia合并后的新公司 软银集团是Tolkopedia的主要投资者 在合并后的公司中持股比例最高为15.3% 其次是阿里巴巴持股比例为12.6% GoTo也是Shopi的竞争对手 可以想象GoTo可能更加熟悉印尼本地情况 但是很难吸引到中国的国际卖家开店 所以背靠强大的中国制造 和无数想走出去闯世界的中国卖家 Shopi的优势十分明显 第五 如果Shopi这种类似国际电子商务平台的打法在东南亚试用的话 未来扩展到东南亚以外也不是问题 Shopi正在尝试中国卖家一次性性开店 Shopi平台负责把店铺转成东南亚几个市场更加本地化的店铺 未来客服语音问题 Shopi负责统一的客服和物流 这种模式非常容易扩展到不同的市场 Shopi的作用很大程度是外国人购买中国产品的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顺便再吸引一些本地卖家 目前Shopi已经打入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市场了 一旦南美几个市场试水成功 Shopi还可以迅速打开更多拉美市场 所以Shopi的想象空间和未来增长空间很大 D6 C正在复制中国市场上很多成熟的打法 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 中国的电商在全世界先行一步 这其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应用于东南亚市场 比如游戏加电商的打法 刚才所讲的广告轰炸的打法 创造购物节等等 中国电子钱包的社交和功能 完全也可以在其支付业务中复制 未来中国已经玩的炉火纯青的打法 炉直播带货等等 也都是C效仿的招数 第七 C的风险可能会是如何管理这些零散的市场 C的总部在新加坡 如果管理东南亚市场 没有问题 如果未来扩展到拉美 印度和欧洲 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人才 就很难讲了 中国和东南亚普遍缺少管理国际性大公司的经验 但是 如果C的战略仅仅是停留在把腾讯的游戏卖到全世界 让中国卖家把商品卖到全世界 那么C还是能够管理和控制的 第八 C宣布要增发股票筹集资金了 这次要凑集高达65亿美元 该公司计划将这些收益用于商业扩张 以及潜在的战略投资和并购 有人说是高位增发 但是我总体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坏消息 手里有了钱可以收购游戏公司 或者继续烧钱开拓市场 我相信在电子商务 未来C开疆扩土的新闻一定会源源不绝 以上就是我对于C的一些考量和思考 对于这种100%以上增速的公司 就像一个创业公司 没有人有信心知道目前的价格是低估还是高估了 我对于C的这种增长速度羡慕不已 是会继续追踪这家公司的 但是不会在目前的价位入场 年初到现在C已经涨65%了 我个人的投资风格是不喜欢追高 中国互联网公司近期的调整 估计会逐渐影响到C的估值 因为C是腾讯系公司 其估值是参考中国的科技公司估值的 我在考虑如果C能够跌15%到280美元左右 我才会考虑入场 如果你远在世界的天涯海角 对于东南亚的情况不熟悉 也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关注C 毕竟在美国股市好的科技公司多的是 C仅仅是一个地头蛇 是腾讯的一个海外小弟 其存在的价值是特殊的本地化需求 和先进的国际数字大公司比起来 C并没有什么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是C的游戏用户 或者电商用户 或者国际卖家 欢迎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 都看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并点赞吧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